这个曼琳的高压已经是开始有一些雏形了 高尾压迫让利物浦对后场出球 现在很难找到空间 而且有一定压力 在右边路打得比较小 埃利奥特自己带球 弗雷德在身边出现了犯规 今天首发方面 利物浦上的小将替补球员会多一三三 他拖后的中场是亨德森来担任 莫顿和发表卡瓦略是两个中前位 埃利奥特打球给到右 球还在利湖对这边来传导过多的右侧 埃利奥特上个赛今天也是遭遇过重伤 不过一米七五左右 然后这个亭贝尔一米八 这是两个非常矮的中位 中间参与的作用 这些都是左右连接的这种方式 他在阿甲特斯赛之前的乌德勒芝都有 前场的四打三 这球给到空位 埃利奥特再传 这边是钱波斯空过来右脚 持续的进攻 莫顿 迪亚斯那一下就是典型人计前的时候 球员身体状态没到位 而且看到刚才这次进攻的利物浦队打出了威胁 但是好像节奏没有控制好 刚才那一下又是破开了曼联的这两条线中间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漂亮 而且利物浦刚才走的也是一个对角线 大概对角线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对吧 从右边后场打到左边 你得承认在英超传宗打法还是比较多 而且比较多 会在情期间对于慈善的特殊贡献 位置感包括应该在什么时候怎么处理球还需要提高 全区域防守 曼联这个角球 在空间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他还是完成了一脚车满 最高